中美两国的较量 当然美国现在就是要 一直不断的打压 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 最明显的就是半导体业 现在当然你看 不仅仅是要把台积电 搬到美国去设厂 南韩当然也有三星 但是在美国的英特尔看起来 现在还觉得 你美国对他们 是不是太好了一点 这个英特尔现在 执行长也讲话了 说其实英特尔应该 比台积电跟三星 要拿到更多的补贴才对 为什么 他的理由是 因为研发就是在我美国 不像其他 他们不在美国完成 所以他认为这应该是 美国要给补贴该做的考量 现在是怎样 台积电那时候 好像去设厂不也挺痛苦的吗 结果现在如果说真的 因为英特尔的执行长的一句话 然后就让其他的竞争对手 因此会拿到少一些的 这个补贴的话 这一点都不公平 阿委员 可能不是少一些少很多吧 因为你台积电就美国来讲 你是收养的 人家是亲生的 要分财产的时候 你怎么 当然会引起这个儿女的争执 你外面收养的怎么可能 跟亲生的一样多 那英特尔他会觉得说 我理所当然嘛 可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在哪里 你要台积电拿三四百亿 到美国去盖这个 成本很高的亚历山大厂 那你答应要补助50亿美金 像一毛钱都没看到 还说我补助你以后 你赚钱我要分 那不是等于贷款吗 而且还要给他营业秘密 技术秘密 不是亲生的儿子就是有差别 那英特尔有没有 没有啊 英特尔就钱都该我的啊 他就这样子的态度啊 美国的国务业 当然听得进去 但是我认为美国的白宫 不会完全听进去 因为他把他当政级嘛 问题你会研究 但是你不会制造啊 生不出孩子 他还是生不出来啊 他生不出孙子 他怪隔壁啊 所以你把钱都给他 那台积电也毁了你 你也不见得有人帮你做啊 他叫台积电负担 这个额外的成本啊 我们只能叹一口气啊 这个要是美国真的 不给台积电的话 那美国要毁灰台积电的罪名 就更坐实了 你骗我们去那边 然后讲了一大堆好听的话 那蔡英文姓蔡的 跟我同姓的 你不是这样子就被人家骗走了吗 这个实在是很糟糕的事 而且现在讲说 反正2028年台积电正常营运啊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美军不用介入 因为我们美国有军片啊 啊是啊 这种花都出来了 对啊 就是那个Romswami 所以护国神山是护美国 不是护台湾啊 那蔡委员 那现在问题是 到底谁该拿多 谁能拿少 哇这个其实现在 Washley Journal这边有一篇报导 是36个华尔街金融家 来决定一切的吗 因为美国商务部说 组建了这36个一个team 组成的一个叫做 晶片计划办公室的投资团队 然后呢 说过半数是女性成员年龄 有23到64岁 都还要先掏腰包买一本 近来大家都蛮熟知的一本 Chip War 这个晶片战争这本书 要先熟读 然后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是让这个金融家 说这个金融业出身的人 然后来决定 然后呢 还说要先去看那本书 看了一本晶片战争 就可以决定该怎么样去分配吗 这个报导我希望它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话 是全世界最好笑的最荒唐的事情 在华尔街一个构格的 金融投资专家 他少说背后不晓得有几千份 有关于半导体行业的分析报告 还要看那个像小说一样的 晶片战争吗 那是外航人写的晶片 在给外航人看的 初阶的ABC 你华尔街所有的金融机构 不要讲那什么陆行台 那陆行支 陆行支 这些什么淘什么 这些大牌的华裔的 半导体分析师 人家一辈子写过多少 连台积电今天存货多少 出货多少 产品多少 一清二楚 这些搞一辈子的半导体分析师 在华尔街多不多 我跟你讲 搞这个半导体分析师的 在华尔街 没有两千个也有一千个 都是顶级的 那金融专家 他要来搞这个行业 就算说他以前没有接触太多的话 那华尔街那些报告他也看得懂啊 那都很专业报告他看得懂啊 专业数以一大堆啊 他还要看你这个ABC的晶片战争 证明这件事情这是冒牌的 他要暗示你按照晶片战争里面去写 你不搞懂甚至到啊 如果这样我就没话讲了 本来就是嘛 他又不是不知道这些金融专家 他自己没有资料啊 那就表示说假的金融专家嘛 这个态度是这样嘛 对啊 重点是Champ Wall的作者 他不是理工出身的背景啊 他学历史的啊 没有他说写这本书才开始了解 什么叫晶片 但是他符合美国的政策就好了 好符合美国的政策最重要 原来他CIA的宣传品 如果这样讲我对啊 为什么 他毕业的学校是Fletcher毕业的 那Fletcher我们台湾很多很有名的人 都Fletcher毕业的 比如说关中啊比如丁守中 但是这个学校基本上啊 这个外交学院就是CIA设立的 好紧接着我要先请教一下帅将军 你好我接下来要谈一谈 刚才因为我们在讲说 一边有美国一边有中国 然后你说很多的国家可能夹在中间 我到底要靠谁 靠向谁 我真的能够维持中立吗 现在看到中东国家的沙特 他显然是什么 他显然是各位我来了 好我沙特现在设三支箭给你看 哪三支呢 第一支箭外交的箭怎么说 你看现在是不是 他现在是真的比较倾向在中方这一边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大陆厉害了 促成沙伊能复交 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然后伊朗也重启了住沙奴地阿拉伯的大使馆 对不对 那后来呢其实美国看在眼里 是不是滋味吗 美国现在也跟沙特说 我现在也会尽量的促成 你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可是真的是靠着美国办到吗 其实沙特自己 都已经在教科书里面告诉你 犹太人不再是坏人 删除了以色列负面的描述 这就是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不用靠你美国 我靠我沙特自己来 所以在外交方面 沙特现在先射第一支箭 第二支箭有科技的箭 你看现在呢 我们看到在目前 哇这个在核能的部分 我希望中国给我协助 美国也可以给我沙特援助 所以中美两国看谁帮得多 站在沙特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意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你看沙特在军事上 向中国大陆采购零尾尔滴导弹驱逐舰 或者是一次下定12艘 然后美国媒体沙特在中国帮助之下 开始制造弹道飞弹 都有中国的协助 那么另外一方面 其实他也在针对AI的部分 全力的努力 所以现在抢购灰达的晶片 也希望能够什么 在AI的部分更加的成长 所以科技的部分沙特也说我来了 这当然也是一种努力 但第三支箭就是什么 加强大外宣 其实这个大外宣也可以出口转内销 变成沙国的内宣 为什么 因为有巴西的知名的球星内玛尔 就在我家 所以你看内玛尔都能够 加盟沙特的顶尖球队 这个大约年薪是1亿欧元 所以你说会不会因此 让沙特的人民更加振奋 让沙特更风光 所以这个宣传上面 这是他的第三支箭 所以你看这三支箭 你不要觉得突兀 你就要站在沙特的立场来看 那刚刚讲的内玛尔 只不过一亿欧元 你知道中东国家很爱足球 他们你看在世界足球比赛的时候 国家跟国家的观众打架了闹事了 那简直是还有足球流氓的 那疯狂 所以这个很便宜就获得一个大外宣大内宣 这是我们讲的最简单的 第二个你要在沙特地来想 他这个国家既没有制造业 也没有农技 也没有农业 也没有什么矿业 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个油 油给他聚集了巨大的财富 那沙特地很早就觉悟了 我这个财富一定要投资在全世界各地 让他持续地生利益 来支持他的王朝 因为他很多王储都要花钱的 公子 王子 公主 那最主要是国家的前途了 那以前跟美国是因为有石油联盟 OPEC等于美国要保护他 美国要跟他合作 现在美国自己夜夜又出来跟他是竞争对手 没办法跟你合作了 这是第一个 那不能跟你合作的话 我自己要强调自己的安全 自己的安全能够跟伊朗结盟 就是给美国一个耳光 表示我态度不再跟你在一起了 跟以色列那是美国想还可以能够插进来 你以色列跟沙古地是不对的嘛 那我来调和 可是沙古地也很坏啊 就是好啊 那你拿什么东西来 你扮手礼是什么 我都收 扮手礼 对 我都收 第三个就是沙古地一看 我的钱只有加入金砖这个会议里面 才有那么多想借钱的国家跟我借 我钱要 钱放在家里是死的 放在外面才有利益可赚嘛 第三个 一个很可靠的一个母体单位是中国嘛 那中国成立这个金砖的银行 那中国也需要它 你投资进来 我的金砖银行是不是 资本雄厚可以做更多的事啊 所以这个就是互利的嘛 所以你要站在沙古地的领导人想 当然是这样走嘛 第四个 买美债 你看看俄乌战争 俄罗斯的外汇存体一下就被弄走了 阿富汗的外汇存体也被弄走了 我沙古地这么多外汇存体将来往哪里放 你看那个有钱人都在考虑 所以我的银行在哪个地方避险 对 对 所以你看我把讲了这么多理由 你是沙古地 要不要这样做 是 这是非常合理的思维逻辑 那至于说你美国不保护我 你也不卖我好的军备武器 我干脆跟中国大陆买最新的东西 这个052D 那我的海洋这边的安全也没问题了 而且还有相当的攻击力 052D是个火力舰 又可以攻船又可以攻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领悟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